好,那这个捐报的第一页 有关上个礼拜的记忆还剩多少 那各位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 有讲了新制图最粗浅最皮毛的应用 我们拿它来做学习跟记忆 阅读理解跟记忆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 讲了十个社会的心理学的现象 那这十个我还编了一个故事 各位还记得那个农场的故事 那从那个农场的故事里面去恢复记忆的话 可以记起来十个社会现象 那请各位在这个上面呢 请你用便利贴把你的名字上去 然后请你回忆一下上次的故事 然后顺便把这十个理论的名称给写出来 好,麻烦各位老师现在开始 好,忘了提醒各位 我们这门课是有抽奖的 所以今天的课我一样会准备 两份随机的 就是那个图案是随机的 我等一下给各位看 我做的手提带 那这个图档呢 在你们 其实在你们的那个分享资料夹里面就有了 那所以如果各位抽不到 要自己做也可以了 我把那个图面给各位看一下 好,这些图面在各位的那个素材库里面有 那就是我做了两 每一场我送两个提带 就抽奖 看有参加的老师们抽到谁就是谁 好,那另外呢 另外我会准备两份 那个我自己烘的咖啡 那这个部分呢 就要看是 老师上课认真的状况 所以这个会根据你的 我会看你回应的资料 来决定说我最后要送给哪两位老师这样 所以我们这堂课是有礼物的 好,那各位来回忆一下 花个十分钟回忆一下我们上次 你不要看别人的 回忆一下我们上次用那个故事 图像记忆的方式 去怎么去回忆你的 该要记的那十个理论 请你呢 眼睛闭起来想一下你还记得哪几个 把那个故事整个回想一下 然后把你记得的部分把它写进去 然后直接贴上来 直接贴上来 那或者你要把整个故事给默写出来也OK 我想老师很忙 然后应该这个礼拜应该上个礼拜没有时间去做复习 但是我想你对那个故事的记忆应该还有 应该还有 所以你把它把那个还记得的东西把它写出来 从想那个故事 在那一把大片草原 有一个旁边有一个农舍嘛 那个草原上面有什么动物在做什么事 然后他的经过 然后又又其中有一只动物又跑去这个农舍那边做了什么事 然后里面农舍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应该可以很容易的把我们上次学到了十个理论给想出来 我们给各位一点时间 检视者过多进不去 原来jembo还有限制 好那没关系 各位就能想的就一边想了 那等一下我们如果你等一下有空再回来这边写也没关系 好请你在就是有进来的人就先在第一页开始写 原来一百多个他就进不去了 好今天也算多知道的一件事 jembo没办法应付大量的大量的人 所以可能还是要用表单或其他的方式 好我们看到已经有老师 那个有几位老师把全部的内容都给写出来了 黄老师、雅慧老师、婉珍老师、佩军老师很厉害 你们应该没有特别经过复习 所以由此可以证明 就是只要你的 记忆背诵的方法用的好 用的好 你会发现 就是其实记忆不太需要太大的力气 好 我相信各位应该已经有写出来的 应该有已经有发现这样的一个 一个好用的地方 那不过上次我们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皮毛 都是新制图的皮毛 那你们去外面 就是外面的新制图顶多也就是教你怎么背东西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今天早上讲的那两个部分 那两个部分是让你快速成长的中阶的部分 好 那我们待会要来讲那个进阶的部分 好 那么 好 那我想已经知道的老师 大概也知道的 差不多了 也都写了 好 那因为那个大家进不来这个黑板的关系 有人数上限了 好 那所以我们就继续进行下一个议题 好 有回忆出来的老师应该很有feu 应该会蛮有feu的 好 越来越多老师回忆起来了 好 那我们回到那个 回到课程 好 好 好